有报道说胡锦涛正在主导操控让蒙古自治区书记胡春华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至少被提拔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 而美国媒体预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渴望挤进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的名单 评论指出这一切都说明胡锦涛要隔代指定权力核心来长期稳固自己的权力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中共入场名单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连日来海外媒体相继传出了多个入场名单的版本 8月8号路透社报道说胡锦涛希望现任蒙古自治区书记的胡春华直接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 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至少被提拔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 据了解胡春华现年49岁他被看作是胡锦涛的亲信和改革派人物之一 像胡锦涛一样胡春华曾在西藏担任过多项职务 因为和胡锦涛有着相似的团派政治背景又同性因而有小胡之称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胡春华比习近平小十岁 如果能顺利入场可能就是为隔代指定做准备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胡锦涛的大秘令计划要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报道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胡锦涛要力挺胡春华入场的说法 不管这些传言中的人物是令计划也好是胡春华也罢 他反映出了胡锦涛要隔代指定权力核心来长久的稳定自己权的这样一种心态 路透社报道胡春华的职务升天取决于胡锦涛和其他高层人物的交易 胡春华还要入场难度将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消息爆出来了 胡春华就必然会被外界以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的身份来看待 这样就算最后胡锦涛力挺胡锦涛不成 他也可以退而求其次的力推这个令计划入场 林子旭分析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春华入场的消息很有可能是胡锦涛发出的烟雾弹 这样他可以为令计划入场制造更大的回旋余地 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也指出被视为胡锦涛大总管的令计划 尽管早前呼声极高 但今年初开始关于令计划的负面传言不断 加上他现在甚至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让令计划一度被剔除在可能的新任常委名单外 但在胡锦涛的力挺下 这次北戴河会议前后令计划高调曝光 显示他的地位仍然稳固有望进入常委 时事评论员刘念春则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反胡势力有意放风 因为他们觉得胡锦涛不具备隔代指定的实力 不能一锤定音 故意放风提醒胡锦涛这一点 把那个胡锦涛的门道道事给说出来 现在的话提出这些事情 那肯定就是刺激这些的话 等着权贵 实际上给的话 我认为的话就是给那个 给这个放出这种风 实际上的话就是想给胡锦涛的话 一个下马旗 据报道 这种离任领导人提拔自己的亲信 以保留部分影响力 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传统做法 一方面可以确保未完成的工作计划 能够继续开展 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退位的领导及家人 不会遭到其他派别当政者的政治报复 可以说从王里金事件开始吧 中共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上演这个争权夺利的一幕 接着一幕的丑剧 中共中央这个作为一个整体 他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他们的政权是非法的 这个他们之间的内斗完全是狗咬狗的斗争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一旦内斗发展到各派的生存和权力利益 无法调和时 在权力洗牌和重组中 就会出现四分五裂或同归于尽的局面